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被称为岭南最大的生物基因库 长达一千多公里的山脉中 生活着无数珍惜鸟类 它们有的称呼在繁殖蜜叶街日时 有的飞翔在空中捕猎 一种身着盛装 被称为临终仙子的神鸟 生活于此 民间口中的神鸟 它们三无成群 来无影 去无踪地游走在森林里 它们就是白贤 白贤与家鸡同属智哥 它们体型大 脚长而有力 善于在森林地面行走觅食 俗称走晴 走晴不只能在地面走 需要时它们还可以一跃而起 智一类为了躲避律师动物 大部分身披棕色斑纹羽毛 然而傲气的熊白贤恰恰相反 它们身形健壮 身披雪白羽毛 脸颅还带着夸张的红色脸谱 相比之下需要担付孵蛋 与玉竹使命的瓷白贤朴素许多 它们身上棕色的羽毛 与枯枝落叶极为相似 这个族群有两只熊鸟 与四五只寺鸟组成 它们用长脚 刨开地面上的表层落叶 竹石虫子 等一些掉落在地面的种子 突然森林里传来一声断枝的声音 它们马上抬起头观察四周动静 发出警戒声 熊鸟确定没有危险后 鸟群嫩才继续密食 这只熊鸟别有用心 它走到一只雌鸟身旁 展开尾部的长羽毛 对着雌鸟抖一抖蹭一蹭 原来它是在向这只雌鸟求偶 但正在找东西吃的雌鸟 对它的表演无动于衷 于是花心的熊鸟 又走到其他雌鸟面前 卖弄舞姿 看来它上午运气不佳 所有雌鸟都无视它的表演 这只熊鸟石像都走开了 或者先吃几口嫩叶 舔下肚子 为下半场的球偶戏 做好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